再来,我们要利用LINE的机器人 来帮我们备份所有LINE群组里面的讯息 因此呢,你要先建立一个机器人并进行设定 要怎么建立一个机器人及设定它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都有跟各位说明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赘述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建立跟设定 麻烦你点选画面右上方的资讯卡 它会带你回到我们之前的影片 告诉你要如何建立以及设定这个备份用的机器人 当你机器人建立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回到这个参数设定这边 把刚刚做的WebApp URL再次复制起来 然后回到我们的LINE Developers的Message API里面 在Message API这边呢 我们有个WebHook URL要把它填进去 那我们把刚刚我们复制下来的WebApp URL贴进去就好了 贴上去之后,我update它 接下来呢,卷到最下方 把这个产生的Channel Access Token 你根据我们刚刚告诉你之前的影片 所产生出来的Channel Access Token 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完之后,回到我们刚刚的参数设定档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LINE的Channel Access Token 我就把刚刚复制的那个Channel Access Token贴上去 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机器人就可以用来备份 它所在的群组或是它所在的个人通话里面 所有的文字讯息以及档案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效果 那我们来看看我这个LINE的群组 这个群组里面有三个成员 其中就有这个我们刚刚建立好的自动备份机器人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把左边这个视算表换到LINE这边 然后呢,我随便在这里面输入一行文字 好比说我输入12345 稍等一下 它就备份下来了 它会告诉你是哪一个群组备份的 而且发送讯息的人是什么名称 那备份的讯息是文字 我稍微把卷动轴拉过来 内容在这 我们再看看,我如果输入ABCDE 稍等一下 它就会备份下来 那如果我选择贴图的话 它会告诉你贴图 然后告诉你它的Package ID跟Sticker ID在哪 那如果我要传送一个档案的话 我以这一个简报档作为例子 稍等一下 档案的备份花的时间会比较久 你可以发现它传过来了 而且连结也给你了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云端硬碟来看看 我们刚刚说备份档案这个资料夹里面 LINE这个资料夹是用来备份所有LINE的档案 那我们进去看 它会再增加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C69F3 这个档案呢 其实就是这个群组的ID 属于这个群组的档案 都会丢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我们进去看看 是不是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一个简报档 就在这边了 那你可以自己试看看 你传其他的档案进去的效果